哈囉小小伙伴們大家好我是超鐵俠 今天我們要用咒型武器來挑戰無敵小火車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放置的這五款裝備 都是有著很強攻擊力的武器 那麼一會我們要主意派出這件武器來對戰小火車 而且今天的對戰跟以往不同 以往我們對小火車都是進行一個撞擊測試 那麼今天我們要對小火車進行一個攻擊測試 看一下現場這五款武器哪一款武器能將小火車給逼挺 今天這五款武器分為導彈車、火箭炮車還有坦克 那麼一會我們就要看到這些裝備去挑戰無敵小火車了 在我們挑戰之前觀眾朋友可以提前預測一下 今天的挑戰能否成功 如果你認為我們可以成功的將無敵小火車給逼挺 就在評論題下方扣1 如果你認為不行的話就在評論題下方扣2 好了接下來我們就按照從右至左的順序 一次派出這些武器來對戰無敵小火車 首先進行出戰的是這輛鞋帶有三枚導彈的戰車 這輛導彈車是通過側身的發射架 將這三枚導彈給發射出去了 而且這三枚導彈威力很強 發射出去以後彈道非常的直 現在我們就將它放到鐵軌的測試地等待小火車的到來 第一輪的測試即將開始了 無敵小火車大概距離我們一公里左右 我們在這邊耐心的等待它的到來 在它到來之前我們要提前發射導彈 好的無敵小火車馬上靠近我們了 準備好發射 好的第一枚導彈發射出去 欸 擊中它了 我們再發射第二枚 欸 第二枚也擊中第三枚 欸 第三枚沒有引爆啊 然後無敵小火車呢 直接將我們這輛導彈車給撞飛 穩住穩住 落地的時候一定要平穩啊 希望我們別翻了 我們看一下這輛導彈車 能不能平穩落地 欸 它在地板上呢 轉了好幾圈啊 最後面呢能不能翻過來啊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它翻過來了 太好了 這輛導彈車呢 它就是車頭這邊損傷了一點啊 然後最後面還能開啊 很不錯啊 雖然挑戰失敗了 但是這輛導彈車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損壞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這款呢 是擁有高射速火炮的裝甲車啊 這款裝甲車呢 在遇到導彈這些攻擊器武器的時候呢 可以用它高射速的火炮進行一個攔截 不知道這樣的武器呢 能否將無敵小火車給逼停啊 現在無敵小火車呢 馬上就要靠近我們了 我們在它靠近我們之前呢 盡量啊 將我們裝甲車上面的火炮給全部打光啊 好的 現在無敵小火車呢 已經被我們擊中了 但是呢 它沒有一點想要停下的意思啊 還是按照它的速度呢 往前衝啊 我這一下 直接將我們的裝甲車給撞飛啊 這一下的撞飛距離呢 不是特別的遠啊 看一下我們最後面 中甲車能不能平穩的落地 哎呀 最後面還是不行啊 它還是翻了兩圈左右 然後停下了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最後面什麼情況 哇 這個裝甲車不錯啊 最後面呢 就前輛這邊壞了一點啊 然後它的火炮呢 還能打 總理上看呢 它的性能啊 會比第一輛導彈車的性能啊 稍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要派出的是 一輛威力特別強的導彈車啊 這輛導彈車呢 一次性可以發射20多枚的導彈 像這種導彈車的缺點啊 就是你發射導彈之後呢 沒有打中的話 就只能發射一次了 它的優點呢 就是威力太強啊 所以我們發射的第一項的時候 一定要精準的打擊到前面的火車啊 好的 現在火車馬上就要靠近我們了 準備好發射 誒 這一下 它的威力很強啊 我們應該是有打中它的火車頭啊 但是這輛火車呢 一點減速的意思都沒有啊 導彈車 穩住停下 哎呀 最後面呢 它還是被撞翻到了路邊啊 好吧 剛才這輛導彈車呢 它的表現還不如前面的武器啊 我們再給它機會啊 剛剛呢 應該是沒射準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下射準了之後呢 這輛火車是什麼情況 哇 不會吧 這輛火車的還是一樣啊 一點減速都沒有 然後我的這輛導彈 真的直接被這輛火車推著走 殺出車 殺出車 我現在是在煞車頂上嗎 然後這輛火車呢 哇 直接把我往後推了 將近五百米左右啊 哇 我這輛導彈真的跟它硬扛了 這麼遠的距離啊 最後面還是被它給撞翻了 好吧 那麼這輛的挑戰呢 我們還是失敗了 接下來呢 我們再換上另外一輛導彈車吧 這款導彈車呢 在我們之前的遊戲當中啊 有出現過啊 它的導彈呢 是可以一枚一枚發射的 而且威力呢 也不弱啊 然後這一輪呢 我們將這輛導彈車 給橫著牌 之前呢我們是豎著牌啊 我們來看一下橫著牌以後呢 它被小火車撞擊啊 會是什麼一種情況 大家看到沒有 它的這個導彈啊 可以一枚一枚發射的 威力還是不弱啊 好的 小火車馬上靠近我們了 準備好來 我們這一輪呢 可以遠距離啊 就對火車發起攻擊了 欸 前面幾下沒有打中它 我們繼續發射 好的 最後這幾枚導彈 對我打中它 哇 這樣轟炸它都沒有用了嗎 頂住頂住 逼頂它 逼頂它 有機會啊 哎呀 小火車 哇 不會吧 直接 將我的這輛導彈車啊 給引爆了 哇 這輛導彈車是目前為止 損傷的最嚴重的一輛啊 最後的那撞擊的一下呢 直接將我整輛導彈車給引爆了 看來是裡面的這個導彈啊 爆炸的 所以呢 將整輛導彈車給引爆啊 真的沒有想到最後面呢 會是這種結果 那麼最後一輪呢 我們就要請出壓軸出場的KB40坦克了 這輛坦克的體積呢 比前面幾輛的武器都大 而且它的火炮呢 非常的多門啊 將近有100多門啊 現在我們看一下它的表現 我們已經將上面的主炮塔呢 對準這一輛小火車打了 等它靠近呢 我們還要將邊上的火炮給打出來 欸欸欸 奇怪奇怪 哎呦 我不會吧 這輛哥們是直接被裝閃架了 這真的是 讓我太出入意料了 我一直以為它的體積大呢 它繼續把它的防禦力比較強啊 但是呢 就是因為它這麼大的體積啊 小火車呢 不管是任何的這些大體積的這些武器啊 只要經過小火車的撞擊呢 越是越大的武器啊 撞得越慘啊 好吧 看來真的是這種道理啊 好吧 今天我們的測試呢 結束了啊 最後面呢還是以失敗告終了 問了沒有 在我們測試的這五塊武器當中呢 你認為哪一塊武器最強啊 可以在超雷俠的評論底下方打出來哦 好啦 本期的遊戲解說到此結束 我是超雷俠 希望為了解說記得點讚加關注哦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